如果我们把都是对方的问题改成 这是我们共同的挑战 那这样会比较有助于协调和沟通 所以如果你的本意不是要伤害对方 而是希望可以和对方沟通 调整做法的话 请你留意 不要将这样子的问题 归因于对方的特质 或者是无法改变的事情 两个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拥有全然不同的生命经验 所以两个人一定也带着一些过去的伤口 我们把它称之为情绪地雷 这个情绪地雷很容易一不小心触碰到 就会一秒爆炸 或者是一秒就生气暴怒 举例来说 有一位太太因为经历了宠物的过程 非常的难过 很需要先生的陪伴和安慰 先生呢面对宠物的过世 虽然也很伤心 但是先生比较是不太接触自己情绪的人 不知道怎么安慰太太 所以当太太很难过 需要先生安慰的时候 先生就会习惯的逃得远渊的 那当太太看到先生这样逃得远渊的 就会觉得自己不够被爱 或者是先生不在乎自己 也就哭得更难过了 透过讨论我们就有机会发现 原来先生的地雷就是感受难过 所以先生遇到自己或者是别人难过的时候 就仿佛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就会自动跳开和躲开 而太太的地雷呢是被忍弱 所以呢如果先生跳开躲开的动作呢 就仿佛让太太觉得先生要抛下自己的全世界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单难过承受这一切 因此了解自己和对方的情绪地雷 就有助于你们避开彼此的地雷了 譬如说当先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太太难过的时候 可以试着跟太太说 我不是要忽略你或者是忍弱你 只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所以我会习惯的躲开 而当太太希望先生安慰她的时候 也能够明确的跟先生说 我难过的时候你只要抱抱我就好 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 两个人能够小心注意彼此的地雷 彼此呵护对方的伤口 而且用好的沟通方式去达成彼此的心理需要 这样就可以让两个人心里能够更靠近的 事实上有些差异是不需要被解决的 而需要的是提升相处的质感和品质 举例来说太太常觉得先生以工作为重 没有时间陪自己 而这段时间呢先生工作真的比较忙 比较少时间待在家 不过先生也会困惑 回家的时候太太也只是在追剧啊 看起来不需要陪伴啊 透过讨论之后会发现 太太在意的并不是先生注重工作 而是觉得自己被先生忽略了 那先生也承认这段时间真的比较忽略太太 因此我们就讨论 调整成先生回家后的15分钟 先将手机放在家里的一旁 两个人一起去遛狗 或者是一起去散步 让太太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 因此对先生来说 到底工作和太太哪个重要 便不再是个问题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看似无解的问题 需要的只是彼此的理解 还有提高关系的品质 比如说一个吻啊 一个拥抱啊 搔痒啊 一起去散步啊 看云啊 交花呀 捏捏对方的肩膀啊 帮对方戴安全帽 这一类的只要短短几秒钟 其实呢就可以提高关系的品质 那这个是反而是相处当中更重要的事情 两个人不如婚姻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的上一代 带着各自的价值观来到这个小家庭 所以呢价值观会不同 这个是必然的 如果遇到价值观不同的时候 只是急着配合对方 或者是要求对方来配合自己 其实都会累积了一些些不悦 长期累积下来都会产生冲突的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在关系当中 看见自己和对方的需要 试着沟通和理解彼此 有的时候问题没有解决 关系一样可以改变 那如果你们的关系跟冲突 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爆炸点啊 或者是累积很多的恩怨 也可以试着寻找专业的协助 寻求伴侣治疗师的协助 来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止损点 不要继续消磨而重新找回爱的感觉 先生常常觉得太太以工作为重 诶 对不起 太太常常觉得你在回来 那我们就有机会重新见 关系没问题没有解决 关系 环境的整洁 环境的整洁 对不起